智慧术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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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太阳说我爱你 你的爱给了我温暖和快乐 你的爱给了我勇气的力量 我要对你大声的呼喊 我爱你 我要对你大声的呼喊 我是蜜蜂 你是自咬我的鲜花 我是青蛙 你是收留我的渠道 我是星星 你是陪伴我的月亮 我是蜜蜂 你是照耀我的月亮 你的爱给了我温暖和快乐 你的爱给了我勇气和力量 我要对你大声的呼喊 我爱你 我要对你大声的呼喊 I love you 智慧树上智慧国 智慧树下你和我 智慧树前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小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 耶 在智慧负买的 你会对我听过了吗 瞧瞧手 我是卡卡 啦 啦 我爱做手工 啦 啦 一起做手工 傅总工的时间到了 快来吧 我快 想知道今天要做什么 找完的手工作品吗 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手工作品 热气球 手工老师 董宏叶 来自北京市西城区 三教寺幼儿园 大家好 我是燕燕老师 欢迎我们的燕燕老师 欢迎您 欢迎 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 还有小鱼小朋友 和他的哥哥 明晨 大家好 我叫小鱼 我今年六岁了 这是我的哥哥 大家好 我叫明晨 我今年十岁了 欢迎你们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今天的手工作品 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呢 想学吗 不要着急 在学做今天的手工作品之前 还是让我们在自己的周围 寻找一下所需要的材料吧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快点准备好 和我们一起找材料吧 做手工 找材料 我们一起找材料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气球 纸杯 气管 好 材料已经找好了 在做手工之前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活动一下 我们的手指呢 说得没错 让我们大家一起说 好 手指已经活动开了 燕燕老师赶快教我们怎么做吧 第一步我们来做热气球的球 拿出一个气球把它吹起来 好的 小朋友们 吹气球这个步骤呢 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啊 有点困难 有一点点 小小朋友可能有点困难啊 没关系 如果自己觉得这个吹不好 或者不能把气球吹得很大 就让爸爸妈妈来帮助你们吧 如果家里有打气筒的话呢 也可以请打气筒来帮帮啊 当然了 首先我们还是可以自己 先来试一试 来试一试 气球吹好以后呢 我们就要装饰一下气球 老师捡了一种形状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形状吗 三角形 那你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吗 红色 黄色 蓝色和绿色 接下来我们拿出一根绳子 将三角形粘在绳子上 健碎许是什么颜色 装饰好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很好看呢 我们在后面 给它打个结 把它套在气球上面 漂亮的气球就装饰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吊篮 拿出一个彩色纸杯 老师 气球和吊篮 怎样才能连接在一起呢 你看这是什么 吸管 对了 这是吸管 我们用吸管来帮忙 我们用吸管固定在纸杯的 这三个位置上 我们看到这个步骤呢 老师是用吸管 把气球和吊篮连接在一起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想想看 除了吸管以外 还可以用什么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呢 绳子 毛根 有各种各样的材料 那小朋友们赶快动手来做吧 固定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将气球粘在吸管的另一端 接下来我们来装饰一下吊篮 像我这样用彩色线绳把纸杯缠上 装饰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我还剪了一张绿泡泡的照片 把它放进这个气球里 我的做好了 你们的呢 我们的也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吧 今天绿泡泡做的呢 是一个绿颜色的这个气球 看上去是不是也很好看呢 来看看我做的 我做的这个气球比较大 太大了 我里面吹了好多的气啊 所以显得比较大 然后呢 我还把小咕咚放进去了 哇 这个颜色和小咕咚非常配啊 做的很棒 我想小咕咚坐在上面一定会非常的开心的 没错 让我们来看看两位小朋友的作品 好 小鱼 你的 哎 气球里面做的是谁呀 小咕咚 好 明产想不好做的什么颜色 我做的是粉色的 很棒啊 来一起为自己鼓鼓掌 好 这做的好棒 好的 我们大家都已经学会了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木木木有没有学会今天的作品 木木也学会了 第一步 把气球吹起来做热气球的球 并用彩色卡纸做装饰 第二步 用纸杯做热气球的吊栏 用吸管将吊栏和气球连接在一起 第三步 将你喜欢的照片放在吊栏里 这样热气球就做好了 这是我做的热气球 成功 我的热气球做好了 这是我做的热气球 飞了 真美了呀 真美了呀 哇 太好了 我们大家都学会了 今天真的是要谢谢我们的燕燕老师 好 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说 小朋友们 再见 在下期节目中 我们要做漂亮的绣球 我们需要准备彩色卡纸 你就在下期节目中 再来 我是大哥 我 我是摩尔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倒哥和摩尔 玻璃安全 夏天实在太热了 摩尔 我想吃冰淇淋 倒哥 倒哥 你这个想法好呀 现在要是能给我一个芒果味的冰淇淋 那该做好啊 我想吃西瓜味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冰淇淋呢 我喜欢吃桃子味的 我喜欢吃哈利瓜味的 还是西瓜味的 最好吃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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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西瓜味的 有情况 倒哥 快走 让我们来吃香菜吧 不 看看 指挥家 两只老虎 停 停 停 小鼓动 指挥家都有指挥棒的 对对对 指挥家需要有指挥棒 小鼓动 你看这个像不像指挥棒呀 我们就拿它来指挥吧 停 怎么在停了 小朋友们 你们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我发现他手里拿的是玻璃棒 拿玻璃棒玩会很危险的 小朋友们 你们太棒了 咕噜咕噜 家家 玻璃制品不能拿着玩 它如果碎了会很危险的 好吧 那我们就拿西瓜来指挥吧 好啊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歌手都唱歌唱得口渴了 小鼓动 我来给你倒水吧 太好了 谢谢 家家 谢谢 谢谢 停停停停 小朋友们 摩尔糟糕你们 如果玻璃餐厅上有破损 会对我们造成什么伤害呢 破损的地方会划伤我们 这样不要使用哦 我答对了 小朋友们跟摩尔一样聪明 这个玻璃杯有个锅口 会划伤我们的 我们还是换个杯子吧 那我们就用这个来道吧 好 谢谢 家家 咕噜咕噜 家家 你听 是什么声音呀 我们快去看看吧 好 走 哎呀 刷碎了 咕噜咕噜 阿姨 怎么了 我刚才不小心把玻璃给刷碎了 妈妈 我来帮你收拾吧 停停停 小朋友 摩尔来烤烤你 破碎的物品 我们是要用工具来清理 还是用手来清理呢 必须用工具清理 破碎的玻璃特别锋利 会划破我们的手太危险了 小朋友你们答对了 玻璃碎了很危险的千万不能用手碰 还是妈妈来清理吧 你们快去玩吧 好的妈妈 嘿 那我们去玩了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 知道 咱们一起玩吧 小朋友们要牢记 手拿玻璃别大意 妹子破损别使用 破碎玻璃要远离 我们不能拿着玻璃精品玩法 破损的玻璃精品最好不要使用 会划香 破碎的玻璃质品特别锋利 一定不能用手碰 小朋友们 你们太棒了 我是道哥 还有我 我是摩尔 再见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天地玄黄 宇宙 红光 日月 千四美 小朋友们 快拿起手中的扇子 和红果果一起操练起来吧 天地 玄黄 宇宙 宋 宋花 日月 莹载 沉秀 烈甲 晗ifferent 涵鉤 舒瓦 秋收 中喝 润 Er 谁 夢bo 颯碎 绿 挑羊 小朋友們 你們學會了嗎 讓我們一起再來一遍吧 竹瓦 秋生 風草 潤雨 撒催 俘理 調養 小朋友們 你們太棒了 天地 山王 雨蓋 紅花 日月 天下 小小美食家集合咧 我是愛吃好吃的大哥 我是愛做美麗的摩爾 你們想和紅果窩裡泡泡一起製作美食嗎 你們想得到更換你玩遊戲嗎 只要你的年齡在5到8歲 只要你喜歡美食 越愛動手 那就趕快帶上你的爸爸媽媽掃描二維碼報名參加吧 小朋友們來新來 我們很高興 小朋友們來新來 我們很高興 咕咚信箱 嗨 小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 綠泡泡 咕咕咕咕 大家好 我是小咕咕咕 我是你們的朋友 我叫鈴鈴 咕咕咕咕 咕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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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咕咕今天好高興好高興啊 小咕咕 我知道你為什麼這麼高興了 因為今天我們又要公布 幸運小觀眾的名單了 parle也不 holding 唔嘻soft 好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吧 他們是北京是王山區的劉潔 江蘇省 Debbie州市跟鈍澤 隔北省堡定市周潤怡 北京市慈景山區偉子月 江蘇省南京市江 Ens秋 上海市宝山区 渡冰心 深圳市渡田区 曾玉涵 隔北省宝地市 黄澄溪 北京市东城区 隔小 江苏省渡州市 孟小金 好棒啊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在今天的瞧瞧手里 我们又和大家 一起做了一件 很棒的手工作品 有没有和我们 一起来做呢 请把你的手工作品 拍成照片寄给我们 凡是来信的小朋友 都有机会 获得我们送出的 精美礼物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不要再犹豫了 赶快行动起来吧 咕咕咕咕咕 看到这么联系我们吗 和我们一起唱起来吧 发条微波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唱话 穿着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唱话 拍段视频化 将图画寄给我 机器定制一定要记牢 要记牢哦 北京市要零零零零三八星象 第二三星象 只会输来不不动手 下不动手 有这边吧市要零零零零三八啦啦啦啦 小朋友们快点来信吧 大家来信吧 小朋友们再见